你要我唱歌? 不要, 我唱歌很難聽 不是, 我跟你唱得好, 唱得挺好 雖然不是職業水準 但未至於去到五音不全 比現在外面的所謂偶像派好 別想, 我是一個演員 我現在只想專心拍戲 我對唱歌真的沒興趣 興趣可不可以當飯吃? 我現在又不是叫你不演戲就去唱歌 更何況唱片公司給你這麼多錢 我沒理由拒絕, 是不是? 阿寶, 周潤帆, 林青霞, 梁朝偉 有誰還沒出過唱片? 有誰還不是影帝影后? 還有你最喜歡的哥哥 又是邊唱歌邊拍戲 你不想像他這樣? 但我真的過不了自己 我對唱歌完全沒信心 我連學都沒學過唱歌 我怎麼錄音? 這個什麼年代? 交給電腦吧 每句收拾也可以, 每顆音收拾也可以 半顆也可以 總之完全不會有瑕疵 你放心吧, 阿寶 這樣, 你再害怕的 我跟唱片公司說 只是出電腦, 不做事 不過這樣 如果他們強行叫你唱直播 我要加錢的 你說成這樣, 即是我不能推 那你還問我來幹什麼? 你自己也決定了 我想不到一個理由去拒絕 你想想不到 有嗎?有嗎?沒有就當你答應了 有嗎? 安排的時間, 帶阿寶去見阿嬤 順便談談唱片的細節 然後拿點帽回來 我要儘快選歌 希望暑假可以出好這張唱片 暑假? 現在五月了, 我們趕得及嗎? 阿寶五月有戲上了 當然要吃著那個小子 出不了大點就出音樂錄音樂 最重要是拍幾個音樂錄音樂錄音樂錄音樂 吃完書展和動漫展的水 你還記住嗎? 寫信一定要由我們管理人員出門 不可以逆唱給公司 好, 我會盡快安排 沒事吧?我先走了 我還沒說完 還有什麼事? 坐下 前幾天, 我幫你收到那部電影的尾期 我幫你拿主意, 進入了股票 這隻股票很潛力, 我都睡著了買進去 阿寶, 明星不可以做一輩子 是時候學習怎麼投資 我跟你說好了, 有錢齊齊賺, 對吧? 怎麼了? 覺得自把自為拿你的錢去投資? 阿寶?沒有, 你不想的, 我就送給你 我看前幾天那隻股票… 阿寶, 你怎麼說就好 你有哪次說話我是不聽的? 我以後發財都要靠你的 就是了, 我有什麼時候想害你? 要發財當然是在一起的 什麼?怎麼搞的? 那一言堂真的越來越過分 他也沒有當你是人 他當你是提款機而已 經常在你身上那麼淺 對了, 阿寶 你的錢賺回來這麼辛苦 贏了就說而已 如果輸了, 誰負責? 他賠給你嗎? 賠? 他賠的話, 我批個頭給你坐 阿寶, 我這頓收到封 這個一言堂的旗子和孖展 這個月輸很多 他拿你的尾數來填騰 不出奇的, 你查一下吧 查?怎麼查? 每個月都是他公司出糧給我 我都不知道自己賺多少 他們出多少給我, 我就收多少 如果我要查的話 就要經過林林的關 你不是不知道 林林對醫院老師多麼忠心的 當然了, 我覺得被林林知道 不就是議員老師都會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話 不就讓他說我不相信他 行, 沒關係 我明天叫那條男子開他快樂 然後24小時全天候跟著他 看他有什麼情況, 好嗎? 我搞 真的要這麼做? 我知道 你先知道他在哪裡 你今天沒看新聞嗎? 娛樂圈又有大起事了 深圳影壇天候, 中家寶 今天傳出跟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一 庞斯集團的太子庞振宇 在歐洲秘密結婚 這次他們閃婚的消息 是由中家寶親自以電郵方式 通知全港各大傳媒 而電郵當中 經過富有新郎和新娘 在歐洲拍的結婚照 和親自搭借影迷的愛的宣言 愛的宣言很簡單 只有八個大字 就是中外餘寶與你介老 簡單得來又非常浪漫 其實中家寶和龐振宇 這幾年已經傳出秘密 但一直被當事人所否認 想不到首次公開關係 已經收成正果 據消息人士指 他們現在依然在歐洲 享受他們的蜜月假期 至於他們何時回香港 還有中家寶寶已經做人成功 是否結婚後 會退出影壇做千億媳婦 也有待兩天回香港再通知大家 是否結婚 拜託你 一賢Sir, 我已經查到他們何時回來了 怎麼樣?沒人問到那個臭小子嗎? 哥哥他全天都沒接我電話 他做了這麼多事, 沒跟你們說的嗎? 他前兩個星期說跟我說 去意大利看游艇展 之後就說順手去法國 看新買的酒莊 但他跟誰去何時回都沒跟我說過 對了, 爸爸, 你也知道哥哥是人 他平時工作是出人意表 我想他這次結婚 應該只是想給大家聊天 聊天?有什麼這麼開心? 你們很開心嗎? 你看, 有沒有跟Yan說的? 我剛才跟Yan姐聊過電話 他現在在北京開會 我什麼都沒跟他說 我想他工作這麼忙 我未必有空看娛樂新聞 他這麼聰明 他心裡想什麼會跟你說 爸爸, 這次哥哥跟總加寶結婚 會不會影響我們跟唐家的合作? 現在會害怕嗎? 早就叫你們看著那個臭小子 你們什麼都沒做 對不起, 爸爸 是我們做得不好 對不起, 爸爸 那兩天呢, 等欣欣回來, 我會找他談 他這麼聰明, 應該懂得分輕重 不像你大哥, 盛事不足, 拜託 我會想說, 看你 外府很久沒事, 又這麼生氣了 看來你這個廢物哥哥也能激怒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爸最緊張的是哥哥和Yan姐的關係 現在哥哥一手插了爸爸的傳盤 我本身還擔心他老人家 不是激到白血管中風就是心臟病發 誰知道他沒有笑 那是你爸爸, 把嘴巴會比較壞 搞清楚, 氣壞他的人不是我 是那個廢查哥哥 他兩父子都九咬九咬了這麼多年 我等他們的臉都得了很久 對了, 你那個廢查哥哥做到這樣 一定沒有一晚 我想他這次應該沒有運行 他有沒有運行, 我一點也不理會 最重要是他失落後, 我們有運行 我們兩個假裝暗春都假裝了這麼多年 等的就是這一天 好吧, 終於被我們等到 那條廢查自己撞牆 我們明天去玩神才行 你這麼說的話 你這幾個星期根本沒見過廢查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訂閱吧 謝謝